范爺中國最標誌美女 刮圈中誰人不知 誰人不曉 從一個跑龍套的到娛樂圈的大姐大 地位的提高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的緋聞 潛規則在范冰冰身上被運用的爐火純青 導致自己成為娛樂圈中最不乾淨的女星 一生之中又用美貌征服了多少男人 范冰冰於1981年出生在山東青島 同時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山東人 父親范濤曾經是一名海軍航空兵 文工團歌手 之後轉到了燕台市文化局 從事與文藝相關的事業 母親張傳美曾經是一名舞蹈演員 也做過舞蹈方面的培訓 之後隨同范冰冰的爸爸一同轉到了燕台市文化局 范冰冰這個名字其實是奶奶給她起的 冰字寓意著冷艷 顏值超裙 而冰冰裡面的水 寓意著海軍的後代 出生於文藝世家的她 從小受著父母的熏陶 一直喜愛著舞蹈與唱歌 這也為之後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小小的內心裡裝著一個大大的明星夢 小時候的范冰冰就有著不俗的顏值 之後有關於很多的她的整容的傳聞 其實 她的父母本身就顏值很高 有著良好的基因 高挑的身材 再加上胭脂粉 成為一個大美女也是在情理之中 范冰冰一直就讀於燕台市的小學中學 中學時期的她學習成績還算優秀 但是由於父母都是文藝出身 因此 她的老師經常勸阻范冰冰的父母 應該趕緊讓范冰冰往文藝方面發展 於是 范冰冰在中學時期 報名了舞蹈輔導班 鋼琴輔導班 唱歌輔導班 以及各種文藝輔導班 當時人們的工資都很低 而相對於一學習藝術 本來正常的家庭也開始一貧如洗 無奈之下 范冰冰的父母只好下海經商 賺錢來貼補家用 學習藝術並非藝士 即便是出生於文藝士家的范冰冰 也是通過不斷的努力 才取得了一點點的成績 據悉 當時范冰冰報名參加了一個鋼琴比賽 父母也是花了大價錢 買了一架鋼琴 再加上范冰冰好強的性格 每天晚上都會練到很晚 通過了一個多月的努力 最終才摘得桂冠 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 她的人生開始改變 之後的范冰冰就讀了上海師範大學謝晋影師藝術學院 並在大學期間積極參加了很多的活動 並獲得很多的獎項 1997年 范冰冰參演了《還珠格格》 一炮走紅 對於這部件的最高評價就是《還珠格格》再重拍 范冰冰卻回不來了 《還珠格格》曾創下了多項影視記錄 捧紅的女明星也是一大片 范冰冰當時出演的只是一個丫鬟 錐子臉 尖下巴 國民女神 充滿著青春與活力 任誰都沒有想到 最大的護力者竟然是一個丫鬟 《還珠格格》之後 就網傳范冰冰被假雲包養 而且耗資數千萬 就為了捧紅范冰冰 頂級資源 頂流的明星相助 雖說並沒有直接讓范冰冰爆紅 但是人氣與粉絲數量也是穩步上升 但是之後 兩個人之間由於種種原因 很少合作 但是外界傳言 在范冰冰被包養期間 每個月都會獲得50萬元的包養費 分開之後 再被媒體提及此事時 賈雲都會媒體說 希望大家都對她好一點 我們之間也是正常的關係 種種傳言都是對她最大的侮辱 2000年范冰冰的弟弟范澄澄出生 當時火遍全國的范冰冰 不僅簽約了華裔兄弟的公司 而且弟弟出生被傳出是范冰冰與洪金堡的犧牲子 並且這件事情隨著范冰冰人氣的增長 一直都在討論不休 至今仍沒有定論 如果說成龍是大哥的話 那麼洪金堡就是大哥大 范冰冰由於在事業上遇到了障礙 於是準備去香港拍攝電影 她與洪金堡在香港相遇 並且兩個人迅速確定了婦女的關係 范冰冰為乾女兒 洪金堡為乾爹 當初 洪金堡還曾為范冰冰買下了豪宅 並且兩個人經常同時出入高級酒店 為了博美人一笑 洪金堡還曾送給范冰冰一套房 在當時也是價值不菲 而為了捧紅范冰冰 范冰冰出演了好萊塢的電影 雖然在國內反響一般 但是在國際上卻得到了極高的評價 國際犯就是由此而來的 之後由於兩個人之間緋聞不斷 以及利益問題 兩個人漸漸走遠 當媒體問到洪金堡關於乾爹的事情時 他的回答總是充滿著怨言和憤怒 可想而知 當初他們的分手肯定是不愉快的 聰明的范冰冰知道自己一個人很難成就一番事業 離開了洪金堡之後 就找到了當時火爆一時的華裔兄弟 王忠磊是一個70後的人 正值自己事業一帆風順 正好抱得美人歸 范冰冰在華裔兄弟的紀念裡 獲得的都是頂級的資源 並且可以和宏集一時的馮小剛一起拍攝了手機 一度獲得了當時的百花獎 最佳女主角 正是得到了王忠磊的寵愛 使得范冰冰的事業 在這兩年之中如日中天 蒸蒸日上 最後由於周迅的出現 導致范冰冰和王毅兄弟也走到了終點 范冰冰真正的成功 有穆小光一半的功勞 一個明星的成功 背後一定有一個特別厲害的經紀人 而穆小光老練的手法 不僅讓觀眾忘記了范冰冰曾經的桃花往事 更是讓范冰冰直接收穫了眾多的粉絲 可以說是一夜爆紅 站穩了自己娛樂圈一姐的地位 范冰冰自己的公司也是在2006年成立的 穆小光不僅僅是大家表面看到了身價50億 豪稱無數房產應有儘勇 更多的是為人處事的能力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就是為什麼穆小光簽署范冰冰七年 李晨都敢怒而不敢言的原因 並且簽署七年並沒有任何的緯文傳出 終於在經歷了種種情史之後 范冰冰遇到了自己真心喜歡的人 李晨 李晨也是第一個讓范冰冰直言是自己男朋友的人 兩個人宣布在一起之後 也是初入成雙成對 甜蜜萬分 在李晨對范冰冰求婚時 讓人們一直認為真男人的范爺 也是表露出自己小女人的一面 嬌羞可愛 幸福感滿滿 莊嚴的誓言再加上親朋好友的見證 讓這個求婚典禮 也是充滿著儀式感 只是 後來范冰冰因為偷稅漏稅的事情 導致他們也匆匆分手 曾經的誓言也成為了玩笑 范冰冰的一生可謂是嘗到了人間冷暖 在一番風順之後 又迅速地跌落神壇 永遠記住 正義可能會遲到 但一定不會缺席 我們還是要清清白白做人 乾乾淨淨做事 而對於范爺輝煌而沒落的一生 可謂是誠於各位男友 毀於自己 范冰冰海外取得成功再付出 參與日本東京萬表新品發布會 穿雅治長連衣裙做C位 范冰冰在經歷8.5億時間之後 徹底地被中國演藝圈弱化了 尤其是她在內地的所有網絡資源在事件之後都被切斷 清晰地說 銷售市場已經失去她的出現 我國演出行業協會的縣令簽以後 范冰冰終於沒機會在大陸發展趨勢 但她在海外有機會 12月19日 有關冷冰冰在海外取得成功付出的最新動態來源於外國媒體 近日 冷冰冰亮相日本某萬表新品發布會 獲得全場亮點 她也是被外國媒體稱作極品女神我國 現身的冷冰冰衣著雅治的長裙坐在首表發布會的C位 她在舞臺上可以說是優雅美麗 舉手投足之間都露出以前的本色 尤其是她與著名藝術家沙井春酒以及舞臺的一些創業者都聊得火熱 想而易見 她在海外人氣與資源依然 在國外媒體眼裡依舊是大老級別明星網紅 衣著露肩的衣服 她變成觀眾們長槍短炮關注的焦點 看起來就算是她離開大陸的范冰冰 在海外也一樣受大家喜愛 除此之外 冷冰冰在大陸工作室也共享她的美照 佩文一起學習珠寶首飾時鐘造型藝術 身着輕巧的李衣服 緊緻而不乏中國韻味 照片上的冷冰冰真的是一件中式的衣服褲子 原格上來說 她這一件穿的衣服很好 那也是氣質如此高的緣故 尤其是在外國媒體詳細的介紹中 她也被稱作我國著名女演員電影製作人 是2017年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角色之一 稱號和頭銜曾是 卻也代表著擁有著輝煌燦爛的以往 除此之外 一年前 冷冰冰還列為意大利的音樂課本 遭受海外娛樂圈歡迎 她曾遭受不少粉絲的大力支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 點讚 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